中華民國生日 這幾天是國慶年假 我相信國家的進步 就是慶祝中華民國生日最好的消息 就在國慶日的前一天 10 月 9 日 臺灣的第一座離岸封廠正式完工了 等後續的病亡工程完成後 年底就可以商轉了 就像其他重大的改革一樣 能源轉型一路走來並不容易 不過我很清楚 推動一個扭轉臺灣能源未來的建設 所有的困難都要全力來克服 我們的能源轉型會堅持下去 而且將會帶來三大重大的契機 第一個契機就是新能源 再生能源的發展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2025 年綠電的比例會達到 20% 臺灣不僅可以提高能源的自主力 更能夠打進蘋果 微軟 亞馬遜 Facebook 等 重視綠電的供應鏈 第二個契機是新商機 整個離岸封電產業將可以創造 1.2 兆元的產值 這項新商機將會帶動國內的產業 從水下的基礎 葉片 塔台 一直到各式的零組件進一步升級 第三個契機就是新的就業機會 光是今年的主角四季剛 就會投資 50 億以上 創造 300 到 500 個直接的就業機會 由四季剛培養的高階漢工 平均薪資可以達到現在業界的 2 倍 整個離岸封電產業將可以帶來 2 萬個工作機會 隨著再生能源發展的腳步 一個又一個的綠領工作 會成為未來就業市場搶手的機會 最後我要恭喜我們四季剛 從傳統的剛購大廠升級轉型 迎向新的挑戰 成功的走向新市場 我也要請我們拼經濟的歐吉桑 我們的沈榮晶部長 以及其他行政團隊的夥伴 繼續努力 讓臺灣能源轉型產業升級的這條路 可以越走越順利 謝謝 謝謝大家